這個官邸 因為旁邊我曾經接獲陳情 就是當時候有人提供資料 就說以前 說這個官邸 每次都是營業應酬超過一點 經常 半夜一點 所以你就知道 為什麼人家說鄭文餐很勤 因為從早上七點開始跑清晨 然後一路到晚上吃飯到一點 都沒睡覺 都還把這個聲響傳出 他把市長當里長來做 可以說他是藍綠交號 你可以說他是其餘地方就位 你也可以說他有非常大的失職影響力 看人家怎麼借電 他們回到 他是時間管理大師 中間還可以插出去 跟里長 跟林大姐 回到會所 鄭文餐在地方上真的很可惜嗎 聽說在官邸經常辦餐宴 而且兵兵兵兵 鄰居說很吵 他說叫外匯 兵兵兵兵 大腳大手 我們基本上 一般都會低調嘛 對 會低調 然後其實這個案子凸顯的一件事情是 鄭文燦 他以前是胖周瑜 他應該是處理正式很小心的人 然後他正通人和藍綠通知 但重點是 為什麼什麼時候讓他如日中天 讓他失去了自我大手大腳 然後毫不避諱 竟然在這種錢的事情 還可以在官邸進行 不是 怎麼會在官邸收 太誇張了 不是 第一個是 為什麼是他自己收 你知道以前人家都還要想辦法 設計在高鐵上交那個行李箱對不對 所以姐 我覺得是怎麼樣 官姐 我覺得 都要稍息一下 你看高級在高鐵的火車上 300萬 對啊 對 他在家裡大了 趕在家裡收錢 鄭文燦跟別人不一樣 有一些社會的人是要設立斷點 他要製造亮點 他要亮點 他沒有要斷點 他還要亮點 我在收集製造亮點了 對啦 你看會製造亮點 我的收集又製造亮點了 其實我覺得從他過去在桃園的走動 你就會知道什麼叫做製造亮點 他在當任市長前 是當任現議員 桃園前面 那整棟樓是酒店的 他難道沒有常常去走大嗎 當然常常走大 這個在地人都知道 經常去斷酒店 經常去斷酒店 但是因為 當時是市長之前市長以後還在斷酒店 市長之後他就改在館底 請客吃飯 所以我要講的兩個層次就是在 那那個復興路99號是怎麼回事 復興路99號 整個大樓都是酒店 還曾經發生過一個新聞 復興路99號是這棟嗎 對 整棟都酒店 天上人間 在桃園會殺站外面一省到上頭 就是在那個 那他有出入復興路99號這一棟嗎 他以前在現議員的時候就常常去 那是現議員時代 對 現議員時代就常常去 市長怎麼還要去 市長怎麼會去 這個我要補充 因為這個在我的選區內 但是我從來沒有去過這個 這頭有沒有一間叫中國城 有啊 好像有 中國城該名 在隔壁 中國城該名 那些 你怎麼那麼清楚 你有沒有在那裡人跟我說 他常常去中國城 你怎麼那麼清楚 我三十幾年前 我三十幾年前就在桃園跑新聞 我怎麼會不清楚 關鍵 我覺得這件事情 為什麼我不能講的微妙微俏 因為我沒有去過 第一個 很多人去過但我沒有去過 來啦 敬平一定有去過 敬平一定有去過 敬平來講一下 我去過一次 這棟樓真的 很多記者都在 我去打開包槍的時候 所有記者的 自己秀也在 沒有沒有 我三十幾年前在 大部分都是地方記者 跟司法社會的記者 還有很多的這個 所以正文在做市長之前 真的很討厭嗎 你怎麼在台灣的 我是聽以前的老議員講的啦 逃亨以前的議員 你今天如果來 沒帶你去找酒店 第二天如果沒有去酒店 這個議員失去 所以他們下午都會 以前早期的現議員 下午就會去那邊喝 早上開胃 看完中午沒事的 下午就會喝 或者是去金沙酒店 在那個 寶山街 對 寶山街那邊 是他的選區 我的選區 金沙跟這兩間是桃園的兩大酒店 都會跑去那邊 很抱歉 因為我跟你講 那是做市長之前 對 那是以前時代的 市長的時候 他就在官邸 都在官邸 都在官邸 叫外匯 還有那個 Nakashi的老師 那有沒有叫小姐 不可能啦 不敢啦 這個我可以補充 他都在官邸 就是辦餐會 然後企業界的一些那些 商界的一些老闆都會去 或是他要請的一些政界的人馬 都會過去那邊吃 官邸啊 這個門口叫做車水馬龍 落益不絕 然後說你要桃園這個不管是現在 四十一個工業區或總投資額 這八年來倒購七千多億 所有的老闆啦 基本上有去過一個地方叫做官邸啦 你被倒租 你沒跟現在 也就是說沒去過官邸都是B咖啦 一定是的 沒有 B咖也會去 因為他其實交友真的很廣闊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官邸 因為旁邊我曾經接獲陳情 就是當時候就有人提供資料 就是說以前啦 說這個官邸 每次都是營業應酬超過一點 經常 半夜一點 半夜一點啦 所以你就知道 為什麼人家說鄭文餐很勤 因為從早上七點開始跑行程 然後一路到晚上吃飯到一點 都沒在睡就對了 都還把這個聲響傳出來 他把市長當里長來做 市長當成里長來做 所以跑他 曾經我聽人家講過說 那個林長 不是理長 林長 約他說 我今天生日 我今天真是來一下 他也真的會趕過去 百忙當中會趕過去 半夜12點 只在歸山的 他隔壁全球都會叫他來 你可以說他是 你可以說他是藍綠交號 你可以說他是 其餘地方就問 你也可以說他 有非常大的失職影響力 對不對 看人家怎麼借電 他是時間管理大師 中間還可以插出去 跟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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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會所 他就厲害 而且 美社文燦有一個了不起的地方 只要跟他見過一次面 他都叫著 我跟你講一個 我跟鄭文燦互動的故事 鄭文燦剛剛選上市長的時候 我有一次 桃園一個建商朋友說 邀我去 他要開幕 動土典禮 我去的時候他們已經結束了 因為台北到桃園 車子有時候堵 我就趕到餐會那個地方 我一到餐會的時候 我走進去 他跟我那個建商朋友 在台上講話 一看到他媽想很快就講 那時候我已經從議員退下來了 他講 我這個魏議員來了 什麼什麼 我想說他 他眼力幾十桌 我在最後他就還能夠這樣子講 那個是你這幾十年都沒變 不是不是 這還不厲害 最後他們通常坐下來 就是講話完結束 要離開的時候 對不對 離開也就離開了 他走到最後一桌的時候 還過來跟我打招呼 所以我說他這個人做人做朋友真的很好 這一個部分我真的還是要幫他講話 憑良心講我自己就是受惠 他有沒有藍綠 沒有藍綠 而且據說還對藍的比較好 不會 其實藍綠他都一樣 他不會說對藍的比較好 對藍綠 要不然綠的一定會很不爽 雖然我有聽過人家抱怨 有綠的人會抱怨說 給你們藍的比給我們綠的還多 找來這一套 大家都一樣 沒有真的比較多 後來我有聽到說 綠的也有給到這個100萬 80萬 150萬都有 我也不會覺得 這就是他的風格 社團補助 辦活動 比如說一個體育會 一個地方 我們桃園市有13個行政區 扣掉復興區 他的預算是自主之外 其他12區都是由桃園市 來撥給各區的去辦活動的預算 那一定要跟桃園市政府一樣 比如說我有一個棒壘球協會 有2000多名會員球友 然後經常辦活動 辦杯賽辦比賽 要跟市政府勤款 辦這個市長杯 那他真的是很大方 我為什麼要舉出大拇指 這是真的 瘦人點滴 我還是要這個肯定他 就不管他現在碰到什麼問題 只要去投就有是不是 對 跟他講 因為 跟他說35萬 然後他就會說那40萬夠不夠 你跟他要35萬 他會問你40萬夠不夠 對 然後跟他要30萬 因為這曾經發生的對話 我不能騙人啊 我跟他問說30萬 然後他就會說35萬夠不夠 他就永遠自己主動幫你加5萬 講得搞錯 我跟你講 不要說現在的市場 他有票 市長也有票對不對 對 後來請他到現場來那個 杯賽完畢之後 尾牙的時候 我們在晚會 然後也是150桌嘛 一桌10個人就1000多桌 就1000多個人嘛 然後在現場就告訴大家 因為全部都桃園市民 和那個打球的運動的球友嘛 然後市長到現場 就會跟大家講說 今年的這個杯賽 市長被補助 市長補助我們40萬 然後全部都掌聲 鄭文燦也會笑面 麻民春風台 會說 大家打的成績好 明年再補助 市府再幫你們 再給大家50萬好不好 他就這樣 他就會開口 那他承諾的真的就會做到嗎 他隔年就真的做到 因為他講出去的 我就會按照他講說 你自己答應人家50萬 我說我們本來預算都是30 35 40 你當然說沒有問題 你跟提 我跟提 就這樣 類似這樣 我以為我很多了 後來聽到別的議員 也有什麼100 150 這樣子 就是他們有體育活動 體育會在地方辦一些這個 賽事好幾天好幾個禮拜 我以為我已經蠻多了 結果還有50萬 80萬 150萬的都比我更高 所以你現在是開口 要開多一點 他已經卸任了 據說中文在母親過世的時候 那告別室真的是灌溉雲集 那的確是上萬人出席 上萬人 還有第二會場 因為那個是擠不進氣 看現場直播 就看大電視牆現場直播 因為他那個一甲多的土地 10546公尺 10546平方公尺的那個地方 就3000多坪 你在那個地方 然後擠不進主電禮會場 就會開第二巷搭那個棚架 然後還有包括這個安排那個大電視牆 然後有交管 然後什麼 從遠景 維持秩序的遠景 到市府資源的人力 然後到現場的這個 所有的這個 要去碾鄉的所有他的這個朋友 地方上還有這個 真的是灌溉雲集 所以那個時候可以看得出 鄭文燦的這個實力 那個時候就是 蔡英文總統帶著 時任副總統賴清德 然後前副總統陳建仁 行政院長蘇貞昌 然後卓榮泰幾個 就是主要幾個大咖 能夠到的幾乎都到了 還有包括郭董 郭台銘也去 K董 張國偉也去 很多政商界 他其實商界有很多的這個好朋友 很多的這個老闆 所以為什麼 而且他不只耕耘 爸爸的第一代 他還耕耘第二代 這曾經就被周刊拍過 周刊故意去寫 然後我還曾經 虧一下市長說 你連第二代都可以跟他們這個 他說沒什麼給年輕人機會 他都會一貫很輕鬆的這樣子以對 因為周刊曾經拿這個來報導 消遣他說他在厚持他的政商實力 從第一代的老爸延續到政商那個第二代 所以曾經有商界好幾個 甚至不乏上市公司的第二代 在市長官邸跟他吃飯 出來鄭文燦是親自在門口 送他們上車 所以被拍到啊 拍到了我才會拿這個新聞去虧鄭文燦啊 鄭文燦就也雲淡風輕的說 沒什麼總是要給年輕人機會 就是說這一些商界的第二代 也不要認為他們就是頑固子弟 怎樣怎樣 他們還是要給人高賠 所以這一點我真的覺得是鄭文燦的強項 他不包括出席我的協會的這個會員 然後他就在我旁邊 他會說你是那個常務監視某某某 你是那個理事某某某 然後我那個常務監視他就嘴巴 這樣子下巴這個驚訝的合不起來 所以他有超強記憶力 等到市長離開的時候 因為我那個背心上面 只有我寫名字 理事長黃敬明 其實他就寫職稱常務監視理事什麼 他竟然可以順著職務叫出他的名字 然後那個常務監視鄭文燦一離開 喔 市長記憶好好 竟然記得我耶 在我旁邊 這票就是他啊 到現在後來因為那個勤款的補助 他就會罵現任的市長 你看看以前鄭文燦多大方 補助我們社團怎麼樣怎麼樣 還幫我們爭取打球運動的場地 現在都不行 害我就很尷尬 只好在LINE群組跟他說明這樣子 你看這一票他就被鄭文燦 那今天有問你 那陶原隊 陶原隊有潰散嗎 這次出事情了 我不覺得有潰散 有沒有樹倒狐孫散 我應該說是低調 你出來聽他講話的人很少耶 大家不想去談這個事 因為不知道狀況會怎麼樣 那當然我知道他們有一個 這個燦歌燦戲的這個聚會 但也不見得是全部都一定燦戲的人 那也有像那個鄭國會的彭俊豪議員 那也有以前賴清德的子弟賓 那個現任的議員楊家良議員 那他們也會一起跟這個 還有呂林曉豪議員 他也是像巴德雷球會 我只有看到呂林曉豪幫他講話 其他都沒有人說話 呂林曉豪議員他是比較 很職的人啦 有情有義啦 他真的有在幫鄭文燦講話 其他都點點 應該說 我不認為其他 關風向 現在說真的 現在後續不知道 因為後面不知道看什麼狀況 因為你要他們出來講什麼 假設今天我是他們 是我將心比心 你要我講什麼 也很難不知道 因為這個狀況發生 你說罵也不是 批也不是 乾脆就乾脆不要去 面對這個東西 賣光為了 所以 包括他以前提起的那個 顏未遲 現在在新北市當市議員 他在那個 那個桃園市的時候 是當青年事務長 所以桃園市的力量 並沒有散掉 只是比較低調 只是大家變成先低調 先看狀況 吉他後市議員 你是保安士 摩擔 人家 你 今天 收新聞